歡迎收看時事多面看 比特幣是近年快速發展的網絡虛擬貨幣 所以連香港首富李嘉誠 都透過其他公司 投資到比特幣支付平台BitPay Angela,你有沒有買賣比特幣的經驗 我也想的,不過就沒有這樣的條件 原因是比特幣的買賣價大起大落 去年12月曾經升上歷史高位 一個比特幣對1200美元 即是折合大約9000多港元 目前就回落到400多元美金 即是大約3000多港元 雖然這麼貴 香港都有不少比特幣的發燒油 而最近市面更加出現了 第一部的比特幣櫃圓機 中環這間煎餅專門店 一個煎餅賣大約50元 除了可以用現金或百達通付錢 還有特別的付錢方法 首先就是這個結塊 會用電話檢測這個位置 然後他就會收到一個這樣的條件 然後他會傳送給我們 我們收到之後就交易了 現在需要多久? 例如做一個客戶 如果他說要用比特幣美金 做一個客戶 如果他熟悉的話 就可能一、兩分鐘就好了 之前也遇到一些人不熟悉的 如果不夠比特幣 更加可以在店裡的 比特幣自動櫃圓機增值 市民只是需要用手機 打開電子錢包上面的二維碼 在櫃圓機上面掃描 再放入港幣或者人民幣 就可以買到比特幣 整個交易需要大約二十秒 桂圓機公司說 兌換率是按照當日比特幣的 市價而定 每日有大概二十到三十宗的交易 每個星期交易額有過萬元 但是目前只可以買比特幣 不可以賣 市民怎麼看呢 我認為這是我們不明白 我是47歲 但可能17歲 可能會明白 他經常在網路上 在網上聽到 有很多藥責業員 和拘捕員 都在拘捕 所以我不知道 這真正確 看來是一個簡單的方法 可以賣 我們不知道什麼 因此我們拒絕 因此我們拒絕 但是聽說 有學者認為比特幣未能符合 傳統貨幣應有的三種功能 包括交易、儲值及記帳 交易媒體有些人接受 有些人不接受 但未完全成為全面的交易媒體 儲值更加不用說 因為它的波動比較大 所以暫時未必可以做儲值 或投資的功能 記帳暫時未得 因為比特幣可能比較貴 就算達到這三種功能 也未必可以取代傳統中銀行 發出的貨幣 原因是除了硬幣之外 你可能要透過銀行系統 把錢傳入 銀行願意願意利息 有人願意借比特幣出來 就把銀行適合 透過銀行的放大運作 將基礎貨幣放大到幾倍 他認為比特幣的特質 與黃金等商品比較相似 比特幣的概念 好像網絡遊戲中的武器或錢 等等的虛擬商品 又沒有中央的發行機構 為何仍然會引起社會關注 沒錯 好像有些無中生有 但比特幣的價值 在於它的稀有程度 不像你們女生喜歡的鑽石 鑽石的供應有限 但比特幣是虛擬的 應該要多少有多少 比特幣是透過電腦作出複雜的運算 而產生 已經設定到2014年 最多只會產生2100萬個比特幣 因為這樣吸引了不少人去開採 目前要得到比特幣有兩種方法 一是用真金白銀去買 或者用電腦解決複雜的數學難題來開採 開採的概念是幫助我們運算數學難題 當我們解決數學難題之後 比特幣的網絡就會給我們一些比特幣 一個人去掘除非你真的要付很多錢 自己建立硬件 否則有時候也不太有效率 互聯網上也有團體合作的精神 其實互聯網上也有些叫做Pool 開採團隊 如果你可以利用自己的機器的運算能力 加入開採團隊 開採團隊自己建立硬件 當開採成功之後 按照每人出了多少力 分數數個比特幣 不過電腦保安專家說 不少黑客會入侵其他人的電腦或手機 從而得到更多的運算能力來開採比特幣 他可能製作一個Apps 是表面上做其他東西的 例如表面上是一個很好玩的遊戲 但背後他就加了一個 比特幣開採的程序 他將這個遊戲 就放上去一些 例如Google Play 或者在其他地方的Pay Store 下載 如果中了的話 有一個很明顯的徵兆 就是當你充電的時候 你的手機就發覺是很熱的 因為有些充電的時候 他就開始利用你部機的CPU運算 所以那部軍時會很熱的 還有你發現充電 就是充電很久都還沒充電 專家說 在顏色的時候 最好注意所需的權限 包括是否需要網絡通訊 或者背景運作等等 建議安裝防毒軟件 定時檢查系統有沒有出現異常 比特幣的炒風刺熱 但最近有交易平台懷疑因為失節 所以就要停止交易運作 其實包括中國在內的不少國家 都不承認比特幣做法定貨幣 香港亦不例外 有學者就說 比特幣容易被不分子利用 認為各國應該加強監察 十二月 中國當局宣布限制比特幣交易措施 比特幣幣值暴跌 到了今年二月中 三間大型交易所因為技術問題 亦都凍結比特幣提款 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 之前出席研討會的時候說 比特幣不是支付貨幣 又將比特幣比喻作郵票 比特幣本來不是央行啟動的 也不是央行批准的一個幣 所以我們也談不上什麼取締 好像說你過去裡面說 有人這個機油 那些郵票上它也寫是價錢的 但是它主要是一種收藏品 或者作為資產來說作為交易 但並不是支付性的貨幣 不過有比勒幣商人說 對前景仍然樂觀 有學者就認為用比特幣交易 買賣雙方不需要透露新費 比特幣更容易被不發分子利用 譬如你在中國大陸 現在運出人民幣是很難的 但如果你有比特幣機 我用買一百萬人民幣的比特幣 我拿著兩個比特幣 或者放在我的電話裡 我攜帶出境 再在境外提出一些比特幣的現金 其實這件事可以間接 繞過你正常的外匯管制渠道 把資金調走 所以其實是一個非法活動的溫藏 他認為各國應該加強監察 美國國稅局3月宣布 將比特幣當作財產來看待 又針對開採比特幣的人 說他們獲取的比特幣 是以自顧方式得到的收入 所以都需要交稅 有學者認為 不代表美國承認比特幣是法定貨幣 但相信向前走一步 比特幣將來會怎樣發展 相信還要觀察多一些時間才知道 好 今集時事短面看 講到這裡 下集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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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